孟加拉公職的問題 32%留給軍方的後代 結果年輕人抗議遭到鎮壓 至少超過300人死亡 引發了大規模的暴動 民眾佔領了總理的官邸 統治孟加拉長達15年的哈希那 上個月才去北京 才跟北京要到了1.5億美元的金元 現在他人是因為暴動的關係 他搭機落跑 跑去了印度 據說要轉往英國 目前孟加拉是由軍方組成的 臨時過渡政府 其實孟加拉又窮 基建又落後 在國際之間的影響力 本來很少被提及 但是現在在南方 全球南方看到了 中國大陸跟印度之間的競爭 好像希望這個孟加拉 有點左右逢源的感覺 所以被討論的話題變比較多一點 所以今天特別拉出來 請教一下大使 現在的孟加拉 因為是一個權力真空 過渡期 對於這個中印在競爭的過程 裡面地緣政治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認為不大 不大 很多人都說中國大陸去南亞跟印度 去做地緣政治的競爭 其實我看法相反 這些南亞的國家都希望 引進中國大陸的力量 去制衡印度的帝國主義 OK 南亞國家想要引進大陸的力量 去抑制印度的帝國主義 大印度主義 在你的觀念當中印度有大印度 很嚴重啊 它是因為大英國殖民的思想思維嗎 對 印度本來只是個地理名詞 它這印度變成一個國家 是英國的殖民地後裔 他認為這些當初英國的都應該是他的 在裡面第一個 巴基斯坦 孟加拉 藏南地區 還有這個喜馬拉雅塞三小國 還有這個西蘭 這過去都是英國殖民地 在印度人當時這個 不管是尼赫爾 主要是甘地 他們都認為都是將來的 印度國家的一部分 只是說英國人很厲害 英國人你知道在印度獨立的時候 他們搞了一個partition 就是說分割 那個讓甘地痛哭失聲 他說我們不能分 不能分 可是你一個印度教 你一個回教 在這個partition 死了幾百萬人 非常殘酷 就是印度教跟回教的衝突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真正partition完 為什麼 因為印度境內 還有兩億的回教徒 這沒辦法分的 當時兩個回教 一個東巴基斯坦 後來東巴基斯坦也獨立了 還是兩個回教國家 然後這邊的斯里蘭卡 以前印度靠著塔米爾之虎 因為它這個塔米爾族 印度北部的都是屬於塔米爾族 印度就干涉塔米爾 然後你看這個喜馬拉雅三小國 那也是斯里蘭卡前段時間 內戰的原因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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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後來慢慢平 你說北邊西津被印度吃掉了 那個布丹每天嚇得半死對不對 尼泊爾也是覺得印度這個 對它有野心 再講這個東北 印度的這個東北的 那根本不是印度族啊 那個叫拿嘎蘭啊 拿嘎蘭我最近在研究 拿嘎蘭有原說就是從蜀國下來的 在四川找到的那個 那就三溪堆文化它後來到哪裡去了 我看有一個研究報 他們到現在的拿嘎蘭 就是現在被印度統治了 那個拿嘎蘭邦 那地方根本不是印度人 印度在那邊靠什麼 鐵丸統治啊 殺啊 關起來來殺啊 其實做印度的鄰居 沒有一個不受到印度的威脅 所以他們是希望從國大陸進去 對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所以他們希望有中國大陸的力量在裡面 所以這些國家都主動跟中國大陸友好 是這個原因 這個孟加拉的權力政策一段時間過了之後 你覺得會 現在是軍方承認臨時政府嗎 要再選一個新的總統出來 也不可能跟印度走在一起啊 這個一個是回教徒啊 一個是印度教徒 他們的邊界衝突常常發生的 我之前中國大陸跟孟加拉談的 不管是一帶一路技術建設的合作 還有免稅的東西 接下來就要重談了 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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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他們已經拿到了 這又不是中國大陸硬塞錢給他的 他們想要啊 對 你要上億美金你去誰給他啊 對不對 你換一個人都希望 確保這些錢能夠拿到啊 好 不用太擔心 孟加拉這個事兒 不是太大的事兒 時間會過去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